天空飄着小雨 不阻碍新店文山慈哨般的户外学习 在新北市石门区的生态农场 志工陪伴慈哨亲子认识动植物 这里以前是一个染布的地方 那染布房他们就称作阿里坟 所以我们就欢迎做阿里坟 跟都市来讲这边是截然不同的 让孩子们来看 很多的平常看不到一些动植物 然后平常没办法接触的一些事项 来看一下这一只不看多可惜 男端子斑蝶的幼虫 现在的孩子课业压力重 很多动植物的认识都只是课本上的图案 这次户外教学透过实地观察 不止孩子长了知识 家长也收获满满 看到一些很不一样的植物 然后有像刺茄之类的水果 然后说以前的原住民都会来这边吃 可是因为还有毒 所以不能吃太多 他反而来到这边的时候 他看到了很多都是老师教的 他学到了很多 而且我也学到了很多 用问问题的方式 然后这样小朋友就是 不会说只是接受 他会自己去想 让他学习思考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 是不同于我们以前 在陪伴小孩去户外教学 那样子的方法 我觉得连我都受教很多 一趟户外教学 孩子们不但领悟到爱山爱水 爱地球的重要 以让亲子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大约新闻这次美之宫 中亚秦肖正义杨韻如台北报道